本台记者张苗报道 近日加州就业发展部收到最新的一批官方通知表示 美国航空公司将从10月1号起停止奥克兰国际机场的运营 该航空公司将在湾区削减395个工作岗位 包括旧金山机场的378个和奥克兰机场的17个 高科技公司伟创立计划将在9月底削减78个南湾职位 其中包括圣河西的42个和苗毕达的36个 旧金山的菲尔蒙酒店将在9月24号前后裁员511人 阿拉斯加航空将在湾区裁员651个工作岗位 其中包括旧金山机场的603个 圣河西机场的48个 数据显示 湾区似乎开始从疫情经济困境中恢复过来 7月份 湾区雇主计划通过裁员或临时放假裁员的数量 总计为18700人 少于6月份的19500人